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就是变频空调版 我们今天看它的通讯电路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信号线与零线之间的信号变化 黑标笔接零线 红标笔接信号输出端子 我们看 它能够在16V到0V之间跳变 这样证明它的通讯是正常的 我们只要打开空调 然后调到制冷状态或者制热状态 总之是运行状态 它就能够在信号输出端 产生零线与信号端的跳变变压 这就证明通讯电路是正常的 它的供电呢 这个空调是在内极板上供电的 我们看它的供电线是23.4V 基本上就接近24V 因为它有一个吻压管来进行给光耳 和光耳之间来供电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波形 这就是内极向外极传送的波形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过程 这个电容就是组绒降压的电容 降压以后通过这个二极管 把电压加到这个电容和这端有一个吻压二极管上 这端后边电容后边有一个吻压二极管 它是一个24V的吻压二极管 把电压降到24V 然后给我们的光耳进行供电 这个就是输出的信号线 是通过这两个1K电阻串联以后输出的 电容的负极就是接零线的 通过电阻等偶合元件 加到我们光耳的四三角 以及这个光耳的一二角 进行信号的接收与发送 这个是内极板 这个光耳是接收光耳 这个光耳是发送光耳 它输出的电压通过这两个1K电阻送到信号端子 它接收的电压通过线流电阻送到MCU 这个三极管与MCU 控制这个光耳的一二角进行发送 这个就是边平空调内极板的通讯电路了 首先它有一个电源 也就是光耳这端的电源与外部通讯的电源 这段是火线通过线流电阻 我们刚才那个15板呢 它是线流电容 这样呢 它的功耗会小一些 效率也会高一些 然后通过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通过这个二极管稳压 我们看这是一个24伏的稳压管 它的型号是BZX851 这两端就是24伏 然后通过这加到这个光耳的四角 当内部MCU发送信号的时候 就会加到这个三极管的积极 这个三极管就会工作在开关状态 把信号传递给这个光耳的一二角 从而传递给四三角 使四三角随着前面的信号导通截止 就把24伏通过光耳的四角三角 然后这个线流电阻 这个二极管通过这个电阻 再通过PTC热米电阻 加到外极板的光耳上 通过外极板的光耳 回到零线 复级形成回路 从而把内极板MCU发送的信号 送到外极板MCU 完成了信号的发送 当接收信号的时候 外极板的信号通过X901端子 通过PTC热米电阻 通过这个电阻 加到这个二极管的Z端 当外极板上的信号 为高电位的时候 二极管反偏截止 那么这个光耳是截止的 很显然这端也是截止的 这个接收端 这个位置为低电位 当外极板的信号 为低电位的时候 这个光耳导通 然后这个四三角导通 使这个接收端为高电位 就把信号传送进来 从而完成了信号接收的任务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